试魂神斩 瞬间魂天帝所爆发出来的试魂之力 凝聚出一道巨大的神斩 可吞噬和斩灭一切 所散发出来的能量 引得整片天帝便是出现颤抖 不少周边的山峰上有着无数落石滚下 然后直接对着轰然而下 这一周我还从未施掌过 今日此技能就先拿你试试刀吧 由试魂之力所施展的杀招 威力已经达到了极为恐怖的层次 我看你就算命再大也得陨落 硝烟也不置可否 因为就算是他也感觉到了一股极其危险的气息 在焚神二火的形态下 瞬间将体内的焚神之力失势放到极致 硝烟双手举高 手中的神火横骨齿也是散发出无尽的炙热气息 那股气息令的天地都十倍蒸发了一半 嗯 一火横骨齿不对 现在应该叫它神火横骨齿 魂天帝的眼眸带着吃惊之意 看到了这熟悉的东西 也是这个东西 当年将它封印在一火广场下 如今再次见到 心中的仇恨更是变得浓烈起来 你说的不错 当年的是一火横骨齿 但是现在 我手中的 便是由神火凝聚更强的神火横骨齿 你不想被再次封印吗 硝烟说完 手中的神火横骨齿 则是出现了树道炫白色 以及混色的火龙 盘踞而起 同时对着魂天帝 疯狂地咆哮 魂天帝健壮 眼神微微一凝 硝烟现在所施展的是 当年将它封印在一火广场之下的强大招式 这些盘旋在神火横骨齿身上的树道火龙 直接对着弑魂神阵 轰然一声怒吼 紧接着 体内的焚神之力 也尽数地灌入其中 神火横骨齿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 硝烟的身影爆流出去 直接与弑魂神斩处碰到了一起 哄 同时间 那弑魂神斩也是爆发出恐怖的吞噬力量 那股吞噬力量 尽数地将神火给吞噬其中 而神火也同样吞噬对方的弑魂之力 紧接着硝烟紧握神火横骨齿 此时的神火横骨齿 不像一把锯齿 更像是一条霸道无比的火龙 万火之神 火龙张开他那巨大的嘴巴 对着魂天帝 爆尸而去 巨大的龙嘴 直接一口吞噬了魂天帝 在这万火之神的攻击下 恐怕就算是四重天卫神的魂天帝 也无法承受吧 两股强大力量依旧在僵持不下 这一次硝烟还将焚神之力施展极致 才能够与得强大攻势对抗 看样子对方的弑魂之力也是相当的不简单 竟然能够对抗住焚神之力的力量 这样的硝烟有些震惊 此时 硝烟也并未放松下来 因为他在第一时间就感觉到 魂天帝并没有被自己的力量所击伤 就在硝烟这么觉得的时候 突然间 在硝烟的后方出现了 魂天帝的身影 旋即 魂天帝伸出自己的魔爪 直接对着硝烟后背抓去 不过硝烟的反应速度不是一般的快 在同一时间 避开了魂天帝的攻击 但是 还没等硝烟站稳身姿 在硝烟的头顶之上 又有一道身影出现 一掌拍下 硝烟眼神灵力 直接将神火横骨齿扔向上空 挡下了魂天帝这灵力的攻击 但是依旧无法阻挡魂天帝的第三次进攻 见魂天帝的身影 再度攻来 硝烟的眼神在此刻也微微凝重起来 因为 发现并不只有一个魂天帝的身影 而是有多个 准确地说 是三个魂天帝 但这三个都不是分身 而是 真正与本体一致的魂天帝 实力也别无二致 如此一来 硝烟现在乃是一人对抗 足足有三位 拥有弑魂之力的魂天帝 如果不是这弑魂之力的话 硝烟对战一名四重天位神 恐怕早已经占取上风 可是与同境界的魂天帝 在交手下 对方的强大 也是超乎了硝烟的意料之外 最后在这三道分身的同时 进攻下 就算是硝烟 也有些难以招架 毕竟双手难敌四手 更何况现在是六手 直接被魂天帝的强大驿掌 拍在了身上 身影倒射飞去 差不多将近有百米距离时 才渐渐地稳住身影 魂天帝 看来还是我小看了你啊 竟然拥有两道 与本尊一样力量的自己 硝烟感到骇然 原来这魂天帝 不仅实力达到了四重天位神 竟然还修炼了如此强大的功法 这能够分裂出于 本尊一模一样的两道分身 在对抗一名同境界的时候 简直就是轻而易举 不过 这倒是让硝烟想起了 这个分身功法 倒是和牧尘的 仪器化三清功法很相似 但是 硝烟肯定魂天帝所 就连的不是仪器化三清 而是更加邪门的分身功法 有那么一瞬间 硝烟感觉到这个分身之间 还有着某种能够引动的能量 极为的诡异神秘 现在你认为 你能对抗三个我吗 魂天帝说着 露出他那自信的目光 不过还没等硝烟进攻 三道魂天帝的身影 直接对着硝烟方位 同时掠去 全部拦截 让他无路而退 不过硝烟此刻的心 也是无比的冷静 然后挥舞着手中的 神火横骨齿 对着三道魂天帝的身影 怒吓一声 千影归一齿 神火横骨齿 在轰出的瞬间 顿时间出现了 足足有千道的齿影 紧接着 硝烟双手合十 这千道齿影 竟是合二为一 一道巨大无比巨齿 出现在重强者 那惊骇的目光中 散发出炙热恐怖的神迹力量 对着三道之中的一道 身影进行了攻击 一道剧烈的轰炸声响起 影得天帝都是震动起来 此招一出 直接是与魂天帝 对抗在了一起 虽然这千影归一齿的威力很强 但是硝烟知晓 这个准大神迹的力量 对于魂天帝 并不能将其重创 最多只能抵抗住一段时间 但是 硝烟以一敌三 为的 就是起到拖延一点时间的效果 这样的话 就能够将其逐一击破 阻拦住了我的一道分身 又如何 还有我第二道分身呢 另一道分身的魂天帝 露出森然的牙齿 阴险一笑 周身的弑魂之力 再度滚滚涌来 令得硝烟的神魂 都被这股诡异的力量所引动 好诡异的力量 不过 我硝烟岂能那么轻易地被你击败 毁灭火体 硝烟眼神一寒 神火的能量释放到极致后 与自己的神体相融合 使自身相当于一朵 可以移动性地毁灭火莲 举手投足间 可焚山可争海 唯一就是对自身的神力消耗较大 但是 现在的硝烟 已经是拥有者四重天位神的 实力以及焚神之力的加持下 就算尸掌毁灭火体 也是绰绰有余了 硝烟将毁灭的火焰力量 尽数地凝聚在自己的手臂上 然后与那对魂天帝的第二道 身份狠狠地轰去 对方也是做出了反击 恐怖的弑魂之力 凝聚出一道黑色巨龙 而巨龙的头顶上 有着一双星红的龙眼 正凝视着硝烟 整个空间竟是被 巨龙所散发出来的黑雾 所笼罩 那股恐怖的气息波动 令得在场的所有势力之人 都震撼不已 在魂天帝那凶狠的眼神中 那道巨龙咆哮一声 嘴中吐出 隆隆的黑雾 对着硝烟所攻击而来的方向 喷涌而出 天空中 一方火焰通天 一方黑雾缭绕 仿佛就是两个世界一般 在那震撼的撞击下 下方的大地 都被席卷而出的 恐怖冲击波索 轰出了巨大的深坑 那深坑 也是身不见底 硝烟强大的两个招式 也是勉强地招架住了 两道魂天帝的分身 可是最后一道分身 怕是再也无法抽身进行 还击了 杰杰 炎帝还是有点本事啊 竟是一人抵抗住 本地的两大分身 但是结局已经注定 你会败在我的手中 当年的仇 今日终于可以加倍还你了 受死吧 是魂灵 魂天帝的声音低沉传出 体内的视魂之力 再次发生了异变 在这种异变之下 视魂之力 竟是有着提升的趋势 魂天帝那双眼眸 锁定了硝烟的气息 身影犹如 炮弹般的急速飞出 在那一眨眼的功夫下 便是出现在了硝烟的跟前 硝烟的身体 被魂天帝的分身牵制住 无法抽身 难道这一次 就真的要被魂天帝击败了吗 炎帝 再见了 魂天帝的声音落下之后 化为一道黑雾 冲进硝烟的耳鼻嘴巴之中 顿时间硝烟体内的五脏六腑 便是开始出现剧烈的疼痛 就连他的 石海也是逃不过被黑雾的侵蚀 整个石海被黑雾笼罩 使得石海中的能量 都被那道黑雾吸收殆尽 硝烟的气息 也是逐渐的减弱 因为 这一招 买是魂天帝吞噬他人神魂的 诡异强大技能 一旦被入侵了体内 根本就无法有着反抗的机会 那么这一次的硝烟 同样被魂天帝的这道技能入侵 怕也是凶多吉少了 在场的其他强者 纷纷出现惊骇的目光 就连藏青青 玉冰燕 雷力风等第一天骄 都是掩路震惊之色 魂天帝刚刚所施展的 试魂灵 要不 一不小心为注意 就连他们都得要遭殃 试魂宗所重点培养的试魂杀手 果然不简单 甚至我都感觉到 这试魂杀手 才是黑马 雷力风 身为雷神哥的第一天骄 不仅实力强大 头脑也是相当的清晰 有思路 因为 自从试魂宗的人出现之后 魂天帝的行为 就引起了他的关注 为何那位试魂宗宗主 先出手将对手 击败 然后由魂天帝 进行对失败者神魂的吞噬 从开始关注到现在 这位魂天帝的气息 在无量神渊中 吞噬了诸多强者的神魂后 其实力也是有所提升 这诡异的功法 竟是在吞噬神魂后 就能够提升实力的 就连他们这些第一天骄 都是首次所见 而最担心硝烟的 也只有那位武神哥的吴雪了 他现在柳眉微醋 非常担心硝烟的险境 可是干着急 也没有什么多大的作用 刚准备过去帮硝烟时 被一旁的藏轻轻拦住了 你现在过去 不仅无法帮助他 甚至就连你也会有 都陷入危险中 而且 我的第六感告诉我 他应该不会那么容易被打到的 你放心吧 还是冷静下来 静观其变 吴雪见自己 被藏轻轻拦住后 也是咬牙切齿的直跺脚 不过他 也有一些理智 的确 以他现在的实力过去 肯定会毫无作用 反被对方得逞 硝烟也将会陷入更加危险中 硝烟弟弟 你一定要加油啊 吴雪目光不移地 盯着硝烟的方位 心中暗自地默念道 此时 硝烟的石海 已经被魂天帝破坏得差不多了 硝烟的意识 也是逐渐地萎靡下来 见状 魂天帝更是得意洋洋 嘴角勾起了一抹 胜利的阴森笑容 男男道 真是不堪一击 这一次 要不是本地修炼的试魂诀 还真的无法与你抗衡 就在魂天帝以为硝烟 已经成了定局时 刚想准备吞噬硝烟神魂的那一刻 已经没有任何意识的石海 竟然出现了一道两道三道 以至越来越多的金色能量 开始弥漫其中 魂天帝更是微微一惊 有些不敢置信地道 这怎么可能啊 刚刚他的石海 明明已经被我吞噬地崩溃 为何现在又有如此多的 强大能量涌出 还没等魂天帝反应过来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实 硝烟的石海中 顿时传出了一道铿锵有力的声音 神魂天际 神魂射魄 在魂天帝那震惊无比的神情中 在这石海的深处 竟是有着一股 令得魂天帝的神魂 都感到聚颤的恐怖力量 犹如是巨大的海啸一般 对着他急速地狂涌而来 在无形的神魂攻击下 魂天帝的身躯一动 刚想逃离硝烟的石海中时 已经为时已晚 因为那神魂射魄的恐怖力量 早已经将魂天帝锁定 不管对方如何想要逃跑 皆是无法逃脱这股力量的轰击 该死 拼了 魂天帝见状 自己无法逃脱 索性直接与对方的这一道恐怖的攻势 硬拼 是魂神斩 巨大的黑色巨斩 显现而出 其上散发出惊人的气息波动 对着那无形的神魂攻击轰去 结果 这一招轰出之后 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力量碰撞 所爆发出来的能量 只能听见刷刷刷的声响 犹如海浪翻滚的声音 还打在真个的实海中